大家好 上次一个视频是说了如何花10万块钱 能够让你在这边能够生存三年 一年的语言 两年的专业课程 当然这个是建筑在一个 你要自己要打工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之上 有了这笔打工的收入 你能够抵消你的很大的一部分开支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 你能够如何合法的 而且还不需要工作签证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在校园内打工和在校园外打工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都是关于钱 都是关于钱 那好 还是让我们直接进入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 看看如何能够合法合理的在校内和校外打工 首先我们先打开百度 还是去immigration Canada 然后一般第一个就是了 进到这是加拿大的官网 官网之后然后进英语 英语 然后是menu menu这边是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下面有一个叫work 就是工作对吧 按一下进去之后 这边有很多get a work permit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主要看就是work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是国际学生 然后进行工作 好这边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叫work on campus 一个叫work off campus 这什么意思 一个就是说在校园内工作 一个就是在校园外工作 我们先看一下校园内工作 好 什么条件你能够在校园内工作呢 就是说当你的学习这个项目开始了之后 那你就可以开始在那个校园内工作了 然后你可以在校园里面工作 即使没有一个工作许可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符合以下的这些条件 首先你是要是一个全职的一个大专呢 或者是大学的一个学生 然后这个学生有一些什么要求呢 首先你是要在一个公立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 对吧 下面这个是有一些私立的魁北科的学校 这个我们就不管 就是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个私立院校 它也是可以颁发那个学士学位 但这个后面两个大家尽量就是避免吧 大家尽量都是第一个 反正公立的那个大专或者是大学的学校 就是你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学习许可 然后呢要有一个那个社保号 它叫social insurance number SIN 就是你要有这个社保号 你才可以交税啊退税啊 都是用这个社保号 那谁不可以在那个在校区里边工作呢 当你的这个全职学习停止的时候 那一天开始你就不可以了 或者说你的学习许可过期了 那你也不可以 对吧 如果你在那个转换 就是说从这个学校换到那个学校 但是你目前的没有在学没有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不可以 那你可以这边为谁而工作呢 你可以为学校而工作 你可以为一个教职员工工作 你也可以为学生的一些工会啊 或者组织工作啊 当然你也可以为一些私人的 就是校内的一些私人的那些企业 或者私人的一些承包商工作 啊接下来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必须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啊九位数的一个社保号 你才能够在加拿大一个合法的工作 然后这边他说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你可以按这个apply for a SIN 然后这里边他会有详细的告诉你 啊如何去申请这个九位的一个社保号 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work off campus 可能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更加关键的 就是在那个学校以外工作 毕竟学校内的工作的 它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那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在校外工作 然后不需要这个工作许可呢 这跟前面那个一样道理 也是要在你的学期开学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工作 啊如果你没有开始你的学习呢 那你就不可以那个进行一个工作 大家看一下有些什么条件 啊你不需要一个一个那个工作许可 啊你就可以在校外工作 当然你要满足以下岁的条件 首先第一你是要在一个DLI 也就是一个公立的一个学大学或者学院里面是一个全职的学生 对吧 然后呢你必须要已经加入这一些那些啊 program那些项目 就比如说啊是学术性的技术技能性的或者专业性培训的一些一些项目 就是在一个大专呢或者在一个专科月校 那你的这个学习项目呢必须 至少是要六个月 对吧 然后呢能够让你拿到一个啊学士学位啊 或者拿到一个两年的Diploma 或者说是一年的一个证书Certificate 对吧 啊同时呢你的学习许可呢就说上面就已经说了你可以在那个校外工作 然后当你那个开始你的学习之后呢 然后你必须还要有一个这样一个Social Insurance Number 这样那个SIN Number 啊如何得到这个Number呢 我们之前说过了或者你在这边点击 也是一样的它会告诉你说如何去申请一个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好吧 对吧 如果你的学习许可上说 那是没有说能不能工作的这个问题 啊那你可以去申请Request an Amendment 就是申请一个改变在你那个学习许可上申请一个改变 啊然后呢 啊改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申请一个 啊社保号啊 而且这个改的话它是no fees 是不需要签的啊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你在校外工作的话 啊在平常的时候呢 平常的那个 呃学习的一个叫什么学期当中呢 你可以每周最多工作20个小时 啊在那个 假期当中呢你可以 呃全职工作啊 好我们看看对全职工作的一个定义 呃就是全职工作呢 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小时数 但是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 根据那个根据省政府联邦政府的那个法律规定 如果你超过了就是说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 或者说是一周44个小时的工作 那这个工那这个公司就必须要支付你那个 加班费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做一个全职工作 在你的假期当中的话 你可以做多少的时间都是可以 好我们看看谁不能够在那个 学校之外工作啊 就是你的学习许可上面说了 就是说你不能够在 学校之外工作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就是说你的那个课程呢 是英语和法语等 那个语言课程 第三个呢你的课程就是只是一些 general interest 就是说一些通常的一些普通的兴趣班的这种课程 或者说呢你是在一个全职的一个项目 一个学习项目之前的一些就是说前期的一些课程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符合任何这样一条的话 就不可以在校园之外工作 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你在读语言的时候呢 你只是只能够在从事一些校内工作 当你就是说进入到一个正式的课程之后 你就可以在校外打工 当然校内工作还是比较难找的 而且特别是对于刚开始刚到加拿大的一些学生呢 你对这个情况还不了解 所以说校内工作应该说是非常难找的 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尽量是能够在中国把英文要一定要学好 缩短你在这里学习语言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样来说的话 对你就会就会非常的有利 否则的话确实就是说 你在如果在语言上学的时间太长的话 那费用什么都是会有所增长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